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计算出来 这可以当公式用 不过你要知道这个是无限长的导线 如果不是无限长不能带它 比如说它只有一半 比如说没有这半只有这一半 那这一点的电场就不是这个值 也不是这个一半 要临时积分来算 好 今天我们看另外的一个例题 如果有一个圆形的线圈 圆形的线圈 我把它摆斜一点 所以看起来像椭圆 其实它是圆的 它的直径呢 是二公尺 那么它周围 分布了 一个分布了 就均匀分布电荷 总电量是Q 好 那现在 距离它的圆形 R圆之处 Z圆之处 我们把这个轴啊 当作是Z轴 Z圆之处 有一点P点 这里有一个P点 我们要求P点的电场 你们自己把这个题目啊 是什么东西啊 我刚刚讲的 比如说电荷是均匀分布 总电量是Q 分布在一个半径为R的一个圆周上 要求经过圆心的一个中心 垂直轴上一点P 它的电场 我只简单的写 求P点的电场 好 那现在要怎么做 怎么做题目啊 我教过你们了 不要拿着题目 马上就写 不要这样子 你先分析嘛 力学也要分析 电学也一样的分析 像我们以前 讲力学的时候 还叫你做一个问题 你先看这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 如果它要你求利的话 那通常我们是把这个问题分成 平衡跟不平衡的问题 如果是平衡的问题 我们用平衡的第一条件 或第二条件 如果是不平衡的话呢 我们就用牛顿第二定律 你要把每一个方法都想到 然后挑一个最好用的方法 那现在呢 它要求的是什么 电场 那你就算一下 我学过哪一些求电场的方法呀 像点电荷的电场 一群点电荷的电场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场 目前我们学了这三样 以后还有更多 那么这个是什么样的分布呢 它是连续分布 所以我们就用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场 来求这个问题 你要用的这个式子是什么 你知道我要用连续分布电荷 求电场 这是一个概念 那么你就马上就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我们写D1等于Y0 DQR平方R R Univector 我上次说过 你直接写积分呢 它有时候不能积分呢 里头有向量会改变的话 它不能积分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画成分量才能积分 那所以我们呢 就先写这个式子 我们看一看 它这个Univector R会不会变 方向会不会变 如果方向会变的话 那我们就取它的分量 然后取好以后 我们再来积分 好 现在你要怎么做呢 第一个式子很重要 一看到你第一个式子 我就知道你会不会了 就好像你们看武侠小说 两个人要打架 他一亮出他的招式来 你就知道他师父是谁 是一个样子的 那你们做这个问题 这个式子写出来 马上就知道你会不会了 先要做什么 这个式子是说 这是连续分布的电荷 我一定要把这个连续分布的电荷 分割成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 小电荷基数 DQ 那这个D你就要取DQ啊 那DQ一定是在这个圆周上面 对不对 我要取一个地方 它的电荷是DQ 那我就取这里 就取这里好了 这个叫做DQ DQ DQ取在哪里啊 DQ取在哪里啊 你要讲出来啊 我们现在就说 它就图画出来了 就是这里 DQ 那R代表什么 R就是从DQ到P点 它的距离 那R Univector是什么呢 R Univector就是 从DQ指向P点 这个单位向量 好 那么D1就是在这个上面 D1 OK D 好 那现在我们就要看一看 这个量 这个方向会不会变 因为它是随着它变的 随着R Univector改变的 我们看看D1会不会 有方向的改变 如果方向会改变 你就不能积分了 所以我们就检查一下看看 这个D1是这个DQ产生的 它这个上面有无穷多个DQ 每一个DQ都会在这里产生D1 比如说我们在它的 正对面就是对称的位置 你也可以有一个DQ跟它一模一样 那这个DQ在这里产生的电场是朝这边 方向有没有变 方向有没有变 方向变了 变了的话你就要求它的分量 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求分量呢 我们就把这个向量 分成Z轴方向的分量 还有跟Z轴垂直方向的分量 所以现在我们就把它分成这个分量 这个叫做D1Z component 这个分量叫做D1transverse component 这个T的意思是代表横向的意思 Transverse 像我们上学期不是讲过深坡吗 重坡都是一种 都是我们反正我们的坡不是重坡 反正坡可以分成横坡跟重坡 横坡就是transverse wave transverse 跟这个Z轴垂直 这里也是垂直 这里也是垂直 OK 那我们既然有这两种方向 那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画出来 这个是R univectal 那这个就是transverse univectal 好 transverse univectal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D1写成R univectal D2R 再加上transverse univectal D1T D1T OK 好 那现在 凡是这个方向的分量 方向都一致 所以说 它的方向是固定的 不再改变了 那么 transverse这个方向 我们就看到了 它会变 这个D 有这样的一个分量 如果是 这个DQ产生的D1呢 有这个分量 将来这两个 产生的电场加起来的话 这两个分量 大小一样 方向相反就消掉了 这一对在这里产生的 transverse向量也消掉了 这一对产生的也消掉了 因此 这个核向量 我们说 我们先把这个写出来 我们就直接写1就好了 积分就好了 D1R 好 再加上 UT D1T 我们说这个是零 这个是零 因为它 正好对称 就说 我们是油 电荷的对称分布 电荷的对称分布 等于零 那就等于这一项 1就等于 D1R OK 那现在我们 就来看 D1R是什么东西 D1R 它是等于 D1 乘一个 cosθ 这个是cosθ 这个也是θ 所以它就是cosθ 乘上D1 D1 D1 就是这个大小 OK 好 那现在我们就 把这个电草 就写出来 它是等于R Univetal D1 这个 四拍 这个常数 我们可以 提到积分号的外面来 然后里头呢 就是cosθ DQ 我们就是取DQ而已 DQ已经画在那里了 你可以写一下 这里你家住名也可以 取DQ 它的位置如图所示就好了 好 那么这是R 平方 那现在 我们看 这个Q 当然是在边缘上了 你可以这样子 你可以说 我取DQ 把它写一下好了 等于Capital Q Over Over 2πR 乘上 DL 那就是说 我令这一段的长度 这一段的长度 叫做DL OK DL 它是纯量 纯量 它不是向量 那么我们就可以的电场 它是等于R unit vector 4πY0 分之1 然后2πR 分之Q 这个可以提出来 好 里头呢 就是Cosine Theta DL Over R 平方 它现在是按照L积分 那这个路径是一个封闭路径 所以它是封闭路径的积分 封闭路径的积分 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表示 Cosine Theta Cosine Theta 我们上次都讲过 好 那现在我们就检查一下 这个里头已经是纯量了 不过 这是一重积分 它只能对一个变数来积分 现在L是变数 那么R跟Theta是不是变数呢 我们要检查一下 你怎么检查 你怎么知道它是变数还是常数 你就把DQ的位置改一改 DQ 这个是在这里 这个在这里 这个在这里 它从圆周到P点之间的距离都不改变 因为这是一个中垂线 R是一样的 那这个角度呢 也不改变 所以啊 R跟Theta都是常数 常数我就赶快把它提出来啊 常数我就提出来 它就可以积分了 好 提出来 CosanTheta是个常数 R平方是个常数 那么GDL就好了 为什么我这都一个扩乎一个扩乎 我不把它马上乘起来呢 不要马上乘起来 我们通常做一个问题啊 最后可能紧张的关系 可能都会出错 那你就要检查一遍啊 我们通常 尤其在考试的时候 你一定要留一些时间检查 你做的对不对啊 你检查的时候 你就可以 有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 对了 这个就是它 这个 就是DQ 这一项就是它 就不会 一项一项的对很快 你全部存在一起啊 你最后检查 你还是要算啊 哪有那么时间去算啊 好 这个积分是什么 就是圆周长啊 因此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就写成 R univector 4π ε0分之1 然后这个是什么 q over q over 2πr 然后 这一项是 cos θ over r square 好 最后那个积分是等于2πr 圆周长2πr 好 那你现在我们就知道 这个2πr 可以跟这个约掉 最后结果好简单啊 就是R univector 4π ε0 r square q cos θ 这个答案是正确 但是啊 它的表示方法不好 为什么叫做表示方法不好呢 就是说你里面用了有几个符号 不是题目给你的 题目没有给你啊 比如说 θ 他题目没有给你 R 题目没有给你 你自己写的 如果十个人做这个题目啊 可能有十种写法 他不写θ 他写φ可不可以呢 写α可不可以啊 那那个R 他不写R 他写S可不可以啊 都可以啊 所以你这样子人家看你的结果啊 就不容易看出来啊 不容易看对不对 好 那我们一定要画成 他题目给我们的这些量 才可以 于是啊 我们就把这个 关系找出来 比如说R 平方等于什么东西啊 R平方就是那个直角 三角形的斜边 它是等于R平方 加上Z平方 好 cosθ呢 它是那个直角三角形的 零边 比上斜边 好 把这个带进去 因此我们就得电场 它是等于方向在 在这个轴的方向 它的大小是 4π ε0 这个没有更好 没有更好 好 这个在分母啊 这个分母又来一个 所以它就变成R平方 加Z平方的 二分之三次方 然后Q Z 这就是 又正确 表示方法又好 这么做 OK 这个 这个也可以当做一个公式来用 好 这是这样的一个例题 这样一个例题 那我们再看 再看一个例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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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15-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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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9 20 20 60 20 你们上课要注意 我有时候讲的 跟我想的 跟我写的不一样 所以我常常会有笔物 你们看到我有笔物写错 马上要讲出来 要不然我就一路算下去了 这里告诉我们 有一个圆形的圆盘 这上面有电荷均匀的分布 它的密度是sigma coulomb per meter square 每一平方公尺有sigma的库轮 分布在这里 这个是它中心的垂直轴 我们称它叫做z轴 z轴 我们要去那要问 在z轴上面的任意一点 p点 这一点的电场是什么 你把这个题目写清楚一点 我只简单的写 求p点的电场 OK 怎么做 一定要很有耐性 算一遍 你学过哪一些求电场的方法 点电荷的电场 一群点电荷的电场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场 然后这是什么分布啊 这是连续分布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场 来求 还是这个式子 我就 既然有了 我就不再重复写 你们重操一遍 一开始我们就要抓到 我要用什么方法 之后呢 我们知道你要取DQ 你把这个圆形的面积分成无限多个小面积 基数 那么DQ就是占一个小面积的基数 那这个是取一个代表 这么多的DQ里面 我取一个代表 你取在哪里 你不但要取出来 你还要表达出来说 它在哪里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有坐标系 你要表现一个物体的位置 你绝对要有一个坐标系 那这个坐标系呢 我们就可以用 用这个 比如说 这个是 这个是X轴 我们画一个迪卡尔坐标 作为参考 这个是Z轴 这是圆点 那现在 在这个面上面取 我就在这里 画一条线 这条线 在什么位置呢 距离Z轴是FY角 上学机会介绍过DQ坐标 现在要用到了 我再取另外一条线 这个角呢 我把它画在这里好了 这个是D5 我写这样子 D5 这个是FY角 这个 插掉 取在这里 好 那我现在的DQ 取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什么位置啊 它是这样子的 从这里 从这里 到这里 到这个边缘 我们假定这是S OK 好 这个 这边是DS 就是从S的位置啊 我来一个增量DS到这边 这是这边的边长 那这边的边长呢 就是S D5 这个就是S 乘D5 DS D5 都小得不得了啊 其实这个是好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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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面积 几乎跟一个点一样 因此它的面积啊 就可以看成是这边乘这一边 那这就是它的DA 于是我们这里就写了说 我取 DQ 它是等于Sigma乘上DA 这是面积基数 DA是什么呢 DA在这里它就是等于 S D5 乘上DS DS乘SD5 你再把它整理一下 它就变成S Sigma S DS 乘D5 DQ 你要用这个式子嘛 这个式子DQ是什么 你要表达出来嘛 对不对 你单写这个式子 人家不懂啊 要个图 图一定要画 懂不懂 你们有一个深根蒂固的缺点 就是图都不画 公式也不写 然后就是一对阿拉伯数字 或者一对字母 这个成那个 那个成这个 最后结果出来了 谁看得懂啊 日子久了 你自己都看不懂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图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图显示出来 画出来 现在我们就开始啊 要问了 我现在有这个了 对不对 R是什么呀 R是什么 我们讲过多少次了 从DQ 到P点之间的距离 这个就是DQ OK 好 这个 好 这个就是R 这个R 你要画在哪里啊 画在这里 还是画在这里 这个点啊 画在这里 还是画在这里 还是画在这里啊 好像说哎呀 它那么大一个地方 我画在哪里才对啊 告诉你啊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点 算学期 讲过 DS是什么 S小得不得了 对不对 去于零 D5也是 FY去于零 所以这个 就是这一点啊 你就画在这个 基角这里 R 好 它的R Uni Vector 就是这个方向 好 D E 就是这个 第一会不会变 第一会变 会改变 你这个位置变的话 这个方向就变了 你看 你如果在这一边呢 R 朝这一边 电厂是朝这一边 好 于是啊 我们就要把它分成分量 我们看这个电荷是对称的分布 好 那我们就把它分成什么 一个是 Z 分量 一个就是 跟Z垂直的分量 好 Transverse direction 好 可以分成这两个 好 这个是 D E Z 这个小小的就是 D E Transverse D E Transverse 好 那我们呢 这里写一下 这个就是 Z Direction Transverse 这个向量很难画 因为 你Z轴是这个 这个也是Trans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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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就 没有关系 你知道这个代表Transverse 你图画出来大概就行了 好 于是 我们说D 我们就写 E是等于 它可以分成 Z component Z component 我们就 几分 它是等于 这个 D E Z 向量在这里 这个是 分量 好 再加上 UT D E T 好 那么 DET呢 D E Z 它是等于 好 我们现在要设 这个是 它在这里的分量 好 我们假设 这个角叫Theta 我不 Theta可以 这个角叫Theta好了 好 它就是等于 Cosine Theta 成上D E 好 那D E Z呢 DT 它就是等于 Sine Theta D E 成D 好 那我们知道 这个 这个分量 不 这个 这个不能拿出来 写错了 这个不能拿出来 好 这个分量 它加起来 正好是零 因为它 电荷是对称分布 因为 电荷 做对称分布 所以 所以 这个 这个 U T D E T 要等于零 DQ 它朝这一边 所以它的第一是朝这一边 那么 因此我们就可以把 E写出来 E呢 它就等于 Z component Z的 direction 乘上 Cosine Theta D1 好 我们现在把 数字带进去 D1是4π Y0 分之一 那DQ是这个 Sigma是个常数 我们可以把 Sigma 提出来 这个Sigma 就写到这里了 好 里头 它有 两个变数 所以我们要把 这两个变数 写到这里 我们这个 先写R R平方 然后 有一个 Cosine Theta 然后这里是 S D Fi SDS 乘D Fi 我们先看这个 S是个变数 Fi是个变数 所以它有 两个积分号 这叫做 二重积分 除了SFi 现在是变数之外 这里还有 Theta跟R Theta跟R 是不是变数啊 你要检查一下 那我们怎么检查呢 我就把这个 把这个位置改变一下 你看这个位置 你看这个位置一改变 R会变 Theta也会变 所以 它是个变数 是个变数的话呢 我们就要把它的值 把它跟S 跟Fi有什么关系 要找出来 首先我们就看这个R R是等于什么 2平方 它是等于 我们 这个角是Theta了 这角是Theta 所以 cosTheta是 等于这个 我们 这个长度 我们称它叫做Z Z 0边 平方 加上这个 这个是S的平方 所以R平方 等于Z 等于Z平方 加上S平方 好 那cosTheta呢 cosTheta 是等于 0边 比上斜边 斜边就是这个 Z平方 加S平方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两个 都带到这个里头去 我们就可以把Z 写出来 所以它就是等于Z 其他有的东西 我们都造超 像4π ε0 分之1 然后它分母有一个 Sigma 然后cosTheta这里呢 有一个Z Z是长数 就是说 你P点的位置是固定的嘛 我要求这一点的电场嘛 P点在哪里是固定的嘛 所以 它就是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积分 好 现在的积分呢 我们就按照S跟φ来积分 你看这个其他的地方都 没有φ的出现 所以我们就单独写一个φ在这里 dφ φ的角度呢 是从0 这个都要算到0 一直到2π 0到2π 好 第二个积分 它是由 其他的部分 像这个在分母 再乘上这个就是三次方 对于Z平方 加上S平方 的2分之三次方 S DS SDS OK SDS 它按照S来积分 你要把这整个圆盘都积到的话 这个S S就是这个位置 它从0一直延伸到A 这个半径我忘记写了 这个半径是A 半径是A 从0到8 好 现在我们就要积分了 这个积分很简单 那就是2π 这个积分就是2π 然后这个积分呢 它是等于负的 根号 Z平方 加S平方分之1 好 现在是S从0到S等于 你把S写出来 因为我们常常是把Z当作常数 当作变数 你搞不好你会把这个带到Z里面就会出错 我们写出是S等于0到S等于A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这个2π跟这个约掉 就变成2 Epsilon Zero SigmaZ 好 这个积分呢 是1减 1减掉 这个积分表就查到 你们 像你们刚刚学微积分 应该马上就可以积出来 Z 上面还有一个Z 好 S等于0 到S等于A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 S等于A先带 然后再带S等于0 OK 这1就不要带了 1就是1了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当这个A带进去的话 这是负的 然后 减掉一个负的 0带进去 就是Z Z跟Z 约掉 所以最后的结果 是等于这个 1减掉 等等 把最后 写错了 这个已经带进去了 这个是已经带进去了 这个带进去 然后 这个就已经变成 1减Z平方 加A 加A平方 OK 这个带进去 就变成这样子 这样子 OK 好 现在我们 先看 这一题结果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Z没有了 这个Z 这个Z已经沉进去了 这个Z沉进去了 OK 这个Z已经沉进去了 那现在我们 就看 假如啊 我把这个面积 扩充成 无限大的话 如果 A approaches infinity A approaches infinity 就说这个 这个面呢 不是这么小 它是好大 无限大的一个面的话呢 上面有均匀电荷 分布 则 则 1就等于 你看 这个等于无限大 这个就变成0了 对不对 这就approach 0 就是这个东西啊 所以它就变成 Z 2 Y0 分之 Sigma 变成这样子 好 这个结果跟这个结果很有意思 这个是什么 当这个面积 当这个面的半径是A的时候 它电场跟Z有关 就说你跟它的高度有关 高度越高 电场越弱 因为它距离这个带电体越远嘛 电场就越弱 但是如果这个面去无限大的话 你看它这个结果跟Z无关 就是说你在一公尺高的地方 的电场 跟一万公尺高的地方 它的电场是一样的 好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 这个带电体无限大啊 你站在 零的 站在一公尺的地方 看这个无限大的 区域 跟一万公尺看无限大的区域 有分别吗 没有分别啊 因此这个时候的电场啊 它就是一个均匀的电场 均匀的电场的定义就是 空间 每一点的电场 它的大小跟方向都一样 这个叫均匀的电场 好 以上是介绍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场 如果你这个电场 如果你带电体是一个球形的话 球面的话 分布在球面上 也是二重积分 如果你这个密度啊 电荷密度是分布在整个的球体上面的 这个体积 体积就有三个方位 三个长 三边啊 所以它的积分是三重积分 那就越来越麻烦了 那么 以后我们会讲到一种 如果你是一种有对称分布的 一种电荷 像球状对称 圆柱状的对称分布 那么我们会有另外一个办法 很简单 用一种很快速的方法 可以把电场球出来 那个就是我们即将要讲的 高斯定律 好 现在我们最后介绍一个 这个方法完了 最后我们介绍 电力线的这个概念 电力线里面 这个定义一定要记住 定义一定要记住 你们二年级有电磁学 电磁学里面 要你把电力线的方程式给求出来 把电力线给画出来 你要会画电力线 你一定要知道电力线的定义是什么 要知道这个定义 好 现在我们介绍 什么叫做电力线 这个叫做line of force 什么叫电力线呢 因为电厂这个东西 你最后我们像这种求出来 最后就是一个式子的表示 我给你看一个式子 你不容易看出 这个空间电场的分布状况 哪一点比较强 哪一点比较弱 哪一点的电场 大致是在什么方向 你不容易分辨出来 那么有一个科学家叫法拉蒂 它是研究磁学的 它对磁力线有格外的一种看法 那么这种看法 就用在电力线上面来 那么它是说 假如这个空间 有某一种电场的分布 你现在看不到 这个是很抽象的东西 电力线本来就看不到 你现在要把它变成 比较具体一点的图画 让我们能够更深 更容易的了解的话 它说你可以在这个空间 画一组曲线 画这么一组不是一条 这曲线怎么画呢 不是像我刚刚这么潇洒 这么一画 就是电力线不是 它必须要符合某一种的规则 它这个规则就是说 这个线上面 任何一点 它的切线方向 就是这一点的电场的方向 这一点的切线 就是这一点电场的方向 这一点的切线 就在这个电场的方向上面 按照这个规矩画出来的 你可以 如果有电场分布的话 你可以画出一组的电力线 那么这一组的电力线 画出来以后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这个要记住 如果是静电 如果是电力线的话 它是 它有方向的 电力线 我们可以画箭头 这个箭头就是偏于电场的方向 你电场 我们一看就知道 是偏这个方向 你不可能把箭头画成这个样子 它有方向性 再来呢 电力线总是从正电荷发出来 而止于负电荷 就是说 如果你 远着箭头的反方向 一直追踪 追踪 追踪下去 你会发现 这个空间呢 会有一个地方 会有 它一定是从某一个正电荷发出来 positive charge发出来 然后你顺着这个电场的方向 箭头的方向 找到最后 会找到一个负电荷 因此 我们说 电力线 它是从正电荷发出来 而止于负电荷 OK 它从正电荷发出来 止于负电荷 那么 还有什么 特点呢 就是 两条电力线 不会相交 你要把这个写下来 我刚刚讲的话 你要写下 要学会 学会写笔记 写笔记就是 我讲什么你也要写 我写什么你也要写 两条电力线 不会相交 不可以相交 两条电力线 不会相交 这样子不可以 不会有这种状况 为什么不会有这种状况呢 因为对电力线的定义来说 我们是 说你任意一点的电 线上面任意一点 它的切线方向 就是电厂的方向 当你的电荷都固定分布了 电厂的 这空间某一点的电厂是固定的 只有唯一的一个值 是多大就多大 是什么方向 就是什么方向 所以呢 你在这个地方 现在电厂只有一个方向 而你的切线 却是有两个方向 切线有两个方向 但是电厂只有一个方向 所以 不可以这样子 就是说 不会有这种状况发生 不有这个状况发生 就是说 你电力线 两条电力线 不会相交 这三个特点要记起来 将来我们讲到磁学 磁力线 是封闭的 它没有说什么从哪里发出来 哪里 止于哪里 没有 那电厂呢 我们现在讲的是静电厂 现在会讲到一种 电厂 它跟时间的变化有关 跟电流有关的话 那个电厂不是静电厂 静电厂是什么电厂 就是由电厂堆积在空间的某些位置上面 而在这个空间产生的一种电厂 这个叫静电厂 将来我们发现 不一定有静电厂 不单单只有静电厂会产生电厂 你有电流也会产生电厂 或者说磁场的改变也会产生电厂 那个时候的电厂就不是静电厂 我们叫做非静电厂 非静电厂的电力线是封闭的 是封闭的 这个要记住 这是静电厂 我们连续电厂的求法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基本的 再来我们就看另外一种 一个鼎鼎大名的定律 叫做高斯定律 高斯斯罗 这是个大定律 那库伦定律就包括在它的里头 那么我们现在看什么叫做高斯定律 在介绍高斯定律之前 有几个量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这个量很重要 你一定要会 要不然你高斯定律 你用不出来 首先我们介绍 叫做面积向量 面积向量 本来我们一个平面 或者一个曲面 我们拿平面来说好了 它有面积嘛 你这个平面多少平方公尺 或者是你这块地 多少平方公里等等 有面积对不对 通常面积我们只讲它的大小 但是现在啊 我们 对于你这个平面来说呢 它有两个表面 比如说我们手掌这个平面 你有你有这个掌心跟掌背 手掌心跟手掌背 你到底是指手掌心呢 还是指手掌背 我们将来很在乎 很在乎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 到底是这个面还是这个面 要表达出来 我们不好用手写的 你说这个掌心 那个是掌背 我们最好就是用正符号来表示 因为你这个掌心向上的话 掌背一定是朝下 所以我们就赋予它一个面积 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分辨 我们所有兴趣的是哪一个平面 现在我们拿这种平面的向量 我们有几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说 如果我这个平面 比如说我们拿一块三甲板 把它锯成这个样子 斜的板 那我就定义说 这个是有个面积了 我定义这个方向 它的面积大小是A 我加上一个箭头 就表示这个是它的面积向量 那我就指定 这个面是正A 那么它有个反面 另外一个面就是什么 就是负A 如果你是指负A 就是指另外一个面 正A就是指这个面 那到底哪一个是正A 哪一个是负A 没关系 随便你选 我只要能够分出来就好了 那所以啊 这就是A 也就是它后面也还有一个 后面 后面画得不好 这是负A OK 好 这是平面的分法 要注意哦 面积向量 跟这个平面的面是垂直的 OK 这个面积向量 跟这个面是垂直的 好 所以以后讲 面积向量 跟这个面的方向 不要混在一起哦 这两个是垂直的 OK 好 我们现在拿这样的一个向量 来比较就会比较清楚一点 如果我有一个向量 是B 向量B 向量B 它是在这个面上面 跟面平行的 那跟面平行的量 就是跟面积向量 互相垂直 OK 好 我们说这个B 好 于 面 平行 但 面积向量 跟 跟你这个B向量 是垂直 OK 好 如果我另外有一个量 叫做一个向量 叫做C 我把这个画出一个这个来 好 向量C 如果向量C 如果向量C 与A 向量平行的话 好 C 我们说 它跟面垂直 好 则 C 平行于 向量A OK 所以 跟面的方向平行 就是跟面积向量垂直 跟面垂直 就是跟面积向量平行 这个要搞清楚 一定要弄清楚 你才能够学高斯定律 这是平面 另外 还有 两种状况 产生的平面 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用一根电线 把它 凹成 圆形的线圈 如果有一个 电线 它上面有电流 电流是这个方向 那它围层的这个面 有一个面积 对不对 这个时候的面积向量 我们习惯的用法是 把这一面当做是正的 这一面当做正的 这个是什么方向呢 就是说 你用右手 右手伸出来 我们四个小指头顺着电流的方向弯曲 那么大拇指 那么大拇指 你比一个顶好的这个姿势 大拇指的方向就是 面积向量的方向 好记吧 这很好记啊 这是规则 规则而已啊 游戏规则一定要会啊 你游戏规则不懂的话 你不能玩这个游戏啊 好 另外还有一种面 它是这样子的 它不是电线 它是一个积分的路线 它是积分的路线 就是说我这个上面呢 有某一种量 比如说电场 好 我现在按照这个 叫做DS 这个路径来积分 那我要积的话 就是说 我要问 这个S.DS 不是S E.DS 等于多少 这个就是线积分 封闭路径的线积分 如果这是它的路径 这是C 那么 DS是这个方向 那么它的面积向量 就是这个方向 正的就是这个方向 嗯 这个正方向 就是我们手指头 右手 不要伸到左手去 小指头顺着积分的路径 那么大拇指的方向 就是面积向量的方向 那么平面大概就是 这几种 再来我们就看 我们的面不是都是平面呢 像我们的脸都不是平面呢 如果都是平面 不是大家都一样吗 好 那么 除了平面之外 有曲面 Curved Surface 好 这是一个Curved Surface 弯曲面 弯曲面有没有面积啊 当然有了 你怎么画它的面积向量啊 你怎么画都不对 你说我 假定它的大小是A 我画在这里 它跟这个地方垂直 它就跟这里不垂直啊 我画在这里 它跟它垂直 就跟这个旁边的不垂直啊 那画在哪里都不是 所以说一个曲面来说 它的总面积向量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找不出它 到底是它的这个 它应该落在哪一点 好 那么如果是一个曲面的话 我们通常啊 都是把这个面分割成 无限多个小小的面积基数 假定这个都已经是 分得很细很细的面积基数了 好 那这个 我们说 它的面积向量是DA 那你说 还是同样的问题啊 你这个DA 如果跟这里垂直 就不跟这里垂直 就不跟这里垂直 就不跟这里垂直啊 你还是没办法画啊 如果你有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你对DA的物理意义 还不了解 什么叫DA啊 就是面积小的 不得了 比这个 我画的这个 还要小十万分之一 实际上还不能算DA 小一百万分之一 还不能算DA 一亿分之一 还不能算 那到底多大才算啊 那多小才算啊 我上次告诉你 要多小才算啊 不管你说它有多小 反正它比你说的要更小 这个就是DA OK 所以 它其实就是跟一个点一样了 一个点一样 你还能够分出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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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分不出来了嘛 那这个地方呢 它不在这里啊 它另外一个地方啊 所以它可以有DA2 DA3等等 你可以把它分成 小的面积基数 分成面积基数以后啊 那我们说 如果这个面上面 这就是 就是 这就是 一个曲面的面积基数啊 它总面积基数没有意思 我们就是这么分 先分 等等我们会看 叫做 通量 我们先介绍 通量 通量 这个就是 这种曲面的 面积基数的方向 那么 你取这边是正 那那边就是负 这里是正 那边就是负 通常是 你这边 出来是正 朝里面就是负 那么 另外还有一种 特别的面 就是 封闭面 这是曲面啊 好 我们现在看 封闭面 封闭曲面 这是封闭面就好了 任意形状 好像一块石头 好 它上面 会有 这是封闭面 封闭面 有没有整个的 全部的面积啊 有这个大小 但是画在哪里啊 照样画不出来 对不对 好 我们也是取它的 我们只讲究它的 面积基数的方向 面积基数的项链 比如说 我们拿这一点来看 好 它是 DA 是其中一个 当然它有 DA1 DA2 DA3 有无限多个 如果这是DA 那它的方向呢 是跟这个 这个面积基数要 它的表面要垂直啊 好 我们规定啊 钻出来的算是正 钻进去的算是负 好像一个篮球 它的有两个表面 一个是外表面 一个是内表面啊 所以外表面上的面积基数是正 它朝外 内表面的面积基数就是负的 OK 好 这个是我们把面积向量 跟各位介绍了 再来我们介绍另外一种量 叫做电通量 Electric Flux Electric Flux 你要了解它的定义啊 我每一个定义都很重要 好 我们现在看什么叫电通量 如果在这个面上面呢 这个空间不一定是面啊 这个空间有电场的分布 整个空间到处都有电场 那么我现在在这个空间 我画一个小小的面积 它的方向是DA 我说整个空间都有电场啊 那么这一点也有电场啊 其实这个面积很小很小 就是这一点啊 其实就是那一点 它的电场假如是这个方向 那它跟DA之间呢 会有一个夹角 我们称它叫做θ 好 我们现在定义什么叫电通量啊 电通量 当然这个是一个面积很小嘛 所以它的电通量就是电通量激素 Electric Flux Element 电通量的激素 φ通常代表电通量 代表通量 Flux 你这里加个E呢 就代表是电场 将来还有磁通量 你写一个B 你写一个B就是磁通量 OK 它的定义是什么 它的定义就是 E Dot DA 基数向量的内积 定义 定义就是定义 没有道理 OK 你说它没有道理吗 那你会怎么会想到这个 你说它有道理吗 你怎么又不写成另外一种形式 定义就是定义 你把它记住 定义起来 你把它记住 我们这个定义是这样子 按照向量内积的算法 这个就是等于 E乘上cosinθ 乘da 乘cosinθ 乘da 那么也就是说 它是电场 电场 在面积向量的方向的分量 分量 这个叫做1的 跟这个面垂直 跟它平行就是跟面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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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等于 E D Da 好 E 这个 是等于 E的 cosinθ 这个 这个就是电通量 就是电通量 好 那么 这是一个面积向量 面积 面积 激素的 电通量 激素 那么对整个面来说呢 整个曲面来说 它的 任意一个面 flux 它就是等于 D5E的积分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成是 E Da的积分 你对S来积分 比如说 我们这里 有一个S 你们另外画一个 另外画一个图 画在那个下面 我因为这个图 作业 这个是这里的电厂 E1 这个是 这边的电厂 E2 这个是这里的电厂 E3 那它就是什么 E1.da1 加上E2.da2 加上E3.da3 就等于这些 面积 激素上面的 电通量激素的 向量核 OK 如果这个面是封闭面的话 这 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 5E 就等于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 Closed surface 你这个面是 面积向量 面积激素 那这就是 Closed surface integral 如果你这个是位移激素 长度激素 那么就是 Closed path integral OK 以上介绍的是 电通量 再介绍一样东西 我们就可以讲 高师定律 我先宣布一下 我们 这个礼拜五 要加两堂课 我们进度 感的很凶 那 我有讲的 我不习惯于 讲快 讲得快的话 会 都听不懂 所以我 一定要加两堂课 那 这两堂课呢 我们 礼拜五有没有问题 只有礼拜五 上学期是礼拜五 礼拜五 我们在物理系 因为这个人数 并不多 在物理系 物理系 一楼 第一 一零零 八还是一零零九 这两个在一起的 OK 晚上 七点 到 二十一点 十九点到二十一点 我希望 我希望你们 也都来上课 你不上课 因为这个物理这个东西是环环相扣 你当中少了几个环你就扣不起来了 OK 那么高师定律是最精彩的 你也不懂什么叫高师定律啊 你根本就不都不会懂电磁学 就说你你的脚没有踏进高师定律的大门呢 你不要讲什么电磁学了 你永远都不懂 好 我们现在介绍这个 有了电通量 对不对 我们介绍一个叫做立体角 solid angle 立体角 什么叫立体角呢 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平面角 各位在高中的时候学的三角 还有一种几何 那叫做平面三角 平面几何 那 它的角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是一个平面 黑板面是一个平面 我在黑板面上面可以随便画一个线段 这个线段一定有两个端点 我在这个平面上任意再取另外一个点 我把这个点跟这两个端点连起来以后啊 这个当中会有一个角 这个角就叫做平面角 因为这两条直线跟这个曲线都在平面上面 所以这个角是一个平面角 那你记不记得你平面角的角度你怎么定义啊 角度怎么定义啊 三角板标准的两种 一个是三十度六十度九十度 一个是什么 两个四十五度 一个九十度 对不对 那那个度怎么 怎么样子来定义啊 好 我们讲一下这个角的定义 有帮助于我们了解立体弧度角的定义 好 我们在这里啊 画一个圆 这是一个circle 好 这是一个圆 这是圆心 这是半径 这是半径 这是圆心 圆心 这个角度啊 我们可以这样子规定 可以这么定义 两种 一种我们很熟悉的 我把这个圆周分成三百六十个等份 三百六十个等份 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角 它的始边是这里 开始的一边 它的中边是这里 由始边 扫到中边 这个角度 多大呢 那就看它 这个半径 在圆周上面所占的这个等份 是多少等份 如果这里占了三十个等份 那这个c它就叫做三十度 如果是六十个等份 就是我们刚刚的等份的六十份 它就是六十度 如果有九十份 它就是九十度 如果这个角 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 始边 转一圈又回到始边 中边就是始边 这整个的角是几度啊 就三百六十度嘛 对不对 三百六十度 这个就是整个圆周的角 三百六十度 这个我们都很熟悉 好 现在我们看另外一种分法 叫做弧度 radians radians怎么分呢 它是说 你现在啊 就看你这个弧 你这个始边跟中边 你当中有一个圆弧 有一个弧 这弧常假如是s 弧常被半径来除 就是这个角度的大小 弧常被半径来除 这个我们就称它叫做radian 叫做弧度 弧常比上半径就是弧度 比如说 你这个弧常正好等于半径 它弧常等于半径 那么它所夹的角 就是一个弧度 那如果它的中边就是始边 绕一圈回来 它的s是多少 s等于多大 2πr 对不对 2πr 那么它整个圆周角 包含整个圆周 包含整个圆周 这 θ 等于2πr ofr 等于2πr gradient 那就是一个圆周角 是2πr弧度 它又等于360度 那我们就有这个关系 那我们就有这个关系啊 2πr 一个radian 等于360度 所以πr 就等于180度 这我们都很熟悉嘛 对不对 好 这个是关于平面角的定义 现在我们讲立体角 好 立体角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呢 它是这个 立体角 如果我在一个空间 不是黑白面 我在一个立体的空间里面 我画一个面积 面积 这个面积啊 它的面积向量是a 它有边缘 有没有 有边缘 好 我在空间 再随便找一点 随便找一点 那么 我从这一点到 这个 圆形的路径上面 连线 好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锥形的角 好像牛角一样 锥形的 这个就是立体角 因为 这个上面的线 不是都落在 平面上 它是一个空间 OK 这叫立体角 那立体角的大小 我们怎么定义呢 我们怎么定义立体角的大小啊 好 现在我们 来定义 假定 我在空间 画一个球面 画一个球面 这个球的球心是在这里 注意 这个是球面 Spherical surface 注意 我画的时候 你看这个球面 跟那个圆都一样 对不对 好 我们只能画成这样子 你画成真的一个球面 太复杂了 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来画 那我会注明 那我会注明 这个是圆 这个是球面 好 那么我现在 再拿一把刀 把这个球面 削一块下来 好像你切西瓜一样 好 我切这么一块 那这一块是一个什么 这个好像盖子一样的 对不对 好 它有一个边缘 它有边缘 这个也不好画 好 我现在把这个盖子的旁边 跟球心做连线 那么这个当中会有一个角 这个叫做Omega 立体角 这立体角多大呢 我们的规定 第一是这样 如果这个球面的面积 球面的面积 是 我们讲定它的面积在这里 面积在这里 大小就是A 这是方向 还有 它的半径 是R 半径是R 因为球面上面任意一点 圆着半径的方向 就是跟这个面 在这一点 这个 Omega 就等于 面积 这个盖子的面积 被R的平方来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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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 那个是被R除 这个为什么要被平方来除 它是定义 定义就是定义 它就这么规定 OK 那么它的单位 我们称它叫做 Steel Reading 中文叫做立体 弧度角 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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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做弧度角 弧度嘛 它是 就是立体的一个弧度角 那么如果A是全部的球面 A就等于4πR平方 好 这个时候呢 Omega就等于4πR平方 overR平方 等于4πR平方 这个概念很重要 就是说整个球面 对它 对球星所张开的立体角 就是4π个立体弧度 这要记起来 就跟一个圆 对圆星张开的圆周角 是360度一样 你要记住 或者是2π 那个是2π弧度 这是4π个立体弧度 好 那么我们说 不只是球面对球星这样子 你任意的面 任意的一个封闭面 对它里头 任何一点张开的角度 都是4π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任意的封闭面 任意封闭面 你对里头随便拿一点 就从这一点到面上面 所张开的整个的角 就是4π立体弧度 为什么呢 很简单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画一个球 可不可以 画一个球面 这是球星呢 那它对这个球面张开的立体角是多大 4π 4π立体弧度 那就是对整个曲面张开的立体角 所以这个要记住 这要记住 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说像这样的一个定义 我们现在要来求任意的像这个 这个角 用这个定义来求 没办法求 为什么没有办法求呢 因为 这个球面来说 我刚刚说过 它任意一个位置 它的DA 都是跟它的R要垂直 你如果取这个位置也是一样 它的DA是朝这个方向 它的R是在这里 DA跟R始终是同一个方向 这是它第一个特点 随便你哪一个 面上哪一点 它的DA的方向都跟R同方向 还有 你这个面上面随便找一点到球星的距离 都是R 通通是R 它有这两个条件是别的面啊 办不到的 这个就办不到 你这个面上面 这是平面啊 你这里取的DA 会跟这个 会跟这个垂直吗 会跟R垂直 会跟R同方向吗 不会啊 可能没有一个 一个可以 连一个 相同的都没有 还有 你这个面上面 所有的点 到这里的距离 都一样吗 有没有一样 没有一样 不一样 因此你不能够戴那个柿子啊 那怎么办呢 它总有一个立体脚嘛 对不对 总有一个立体脚嘛 那这个立体脚要怎么求啊 这立体脚怎么求啊 那我们说 整片我们没有办法求 如果我把这个面分成 无限多个面积基数 小小的面积基数 我只要能求任意一个面积基数 对那点张开的立体脚 我就可以求整片的面 张开的立体脚 因为全部的立体脚 就是所有面积基数 张开立体脚的总和嘛 对不对 好 因此啊 我们现在就 先解决说 我随便找一个面 这个面呢 它所张 面积基数张开的立体脚 我们要能够求出来 比如说 我在这里有一个面积基数 我画大一点 其实它很小很小 好 它对这一点张开的立体脚 我们要怎么做 你看 如果我从这里画一条线 到这里来算是R的话呢 你看这个R跟这个同不同方向啊 显然不同啊 对不对 显然不同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面啊 在这个方向上面 做一个投影 这个方向上做一个投影 这个周围的线 通通经过这个边缘 也经过这个边缘 好 那么这个面呢 我们就算DAPR DAPR 如果这个角 我们称它叫做THETA角 好 那么它呢 就是这个面 在这个方向上的投影 所以这个面积啊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DAPR 等于DA乘上Cos Theta DA乘Cos Theta 投影嘛 投影可以写成什么呢 如果我这个地方写R UniVector 它就等于DA.RUniVector 因为这是DA的大小 乘上UniVector的大小E 乘上这两个 这个方向就是这个方向 夹角的余学函数就是这个 那现在啊 这个DA Prime 起码我可以看到 这个DA Prime 是跟R同方向啊 满足 我刚刚 我们刚刚给它下的定义 里面的一个 对不对 好 大家要记得哦 这个是DA哦 小的不得了 小的不得了 如果 这个是一个小的不得了的 这个R 其实我们画的比例 完全不正确 如果这个小的不得了 这个R可能会 在好远好远好远的地方 所以 那么这个面就好比 是这样的一个面 我就画它的破面好了 好像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 它跟这个R同方向了 这个是个R 这个小的不得了 我画这个还不够小 小的不得了的话 我为你 这个长度跟这个长度 相差的太小太小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是 同一个大小 也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盖子上面任何一点到球星的距离 都是R 都是R 那么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跟这个面垂直 就是跟它同方向 那这个也可以当成跟这个面垂直 那就是说你在 这个小面积技术任何一个地方 画D A A'都跟R垂直 都跟R垂直 所以妈妈糊糊都可以变成这样 因此 我们就说 你现在这个角度 这个 我们称它叫做D Omega 就是这个很小很小的角 D Omega 好 那我们就可以把D Omega 写成什么 写成 D A' over R 这个是R 这个是R 那D A' 又等于这个 D A Dot R Univector over R Square 好 这就是一个小小的面积基数 小小的面积基数 对任意一个点 张开的立体弧度角 我们会算它 我们就可以算 整个面的立体弧度角 OK 整个面的话 大面的话就是 它所有的 面积基数 张开在角 这总和就是了 好 那么 讲完这个 我们就可以讲 高斯定律 所以我们这个礼拜五 就要晚上 要跟各位介绍 高斯定律 以及它的应用 千万不要 miss掉这个机会 我说过 你没有一脚踩进 高斯定律 你进不了 这个 电磁学的大门 高斯定律 可以说 电磁学里面 最精彩的一个 哇 我们就进不了